大家還記得台灣plus這個官網嗎 在去年8月要上線的時候 沸沸揚揚 因為他燒了很多的錢 實際上到底有什麼效益呢 那時候林詠德文化部長他說 至少給台灣plus半年的時間吧 他也尊重專業自主規劃 說會達到3000萬的出席率已經達到 然後呢 根據這一篇 這個是所謂的網媒 他的調查發現了一件事 我們在這一次看到 其實台灣plus 他有很多數字上可以直接開出來的 讓大家覺得沒有達標以外 最幽默的地方 我們等一下請楊明哥幫我們解析的就是 他找來誰幫他來做行銷的捆包的包裝呢 居然跟平常最常講抗中保台的 想不到我們的政府 我們台灣plus的官網 他還是真正的最愛用路貨啊 楊明哥 應該是說 我覺得兩岸同源啦 這又證明了再一次證明 兩岸是一家親 就喜歡就喜歡 你就不要再打抗中保台啊 不過我必須要講 他找了同一家公司來包裝 對 但是就是說對岸有很多的媒體 也都是找這個所謂的 這一家公司來做視覺的這個設計 但是 重點是在於說 我們的台灣plus 他的績效有多好 對 就是說你找什麼公司來包裝 我覺得沒有關係 因為就好比啦 就好比我們今天發包給比如說 因為他的這個視覺設計很強 我們都找他 這都沒有問題 可是重點來了 你知道這個台灣plus嗎 他那個是寫說他的那個官網的流量是 其實就是13萬多啦 對 13萬多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我們大新聞大包刮一集 平均大概四五萬的這個流量 就是 單純完整版的這個影片 然後我們講的是子頻的流量 沒錯沒錯沒錯 光 三集就破了 就 佩軒主持三個三集的這個 週末大包刮 就超越台灣plus 我天啊 還是我去操刀好了 對啊乾脆包給 包給中天團隊吧 是不是 我就說 我真的在這邊一定要請李貴明委員這個會期 就是說國民黨在立法院 一定要好好的去監督一下 尤其是文化部長如果到 到這個立法院的時候要問一下 這樣的成績他滿意嗎 不要說別的 他在這個是他的官網的流量 我剛剛查了一下他在 他有YT頻道 對對對 YT頻道呢 他這個他的主頻 他一樣兩個頻道 主頻的訂閱數是9220人 920人 對9220人 連1萬人都不到 那他還有一個負評 叫是一個新聞的 就是說把台灣的新聞 變成英文的那種概念 訂閱人數很巧 現在大家可以去看 1450 哇那這數字應該不會動吧 太巧了 就是1450 這我不知道是到底是真的假的 還是他們一開始就設定好是1450 然後呢他們主頻 從這個去年8月 到今年的2月 已經是半年的時間了 對那就跟他講啦 我們給他半年啦 沒錯你知道他的這個 總頻道的這個點閱流量 是多少嗎 多少 389,476 也就是連40萬都不到 那以我們再次拿這個大爆掛的標準 大爆掛10集就超越了 嗯 走流量 對 他裡面有多少 有幾百支的影片 然後幾乎我看了一下 有好多影片都才 你知道幾十次點閱 來看看 我的天啊 大家可以一邊來看看 對我的天啊 我就看到我傻眼 我說天啊 這是一個國家對外宣傳的頻道 對 那他全部都是英文啊 我英文不好 所以我通常不會去看這樣的這個頻道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強調是要大外宣 比如說 我舉個例子 我不知道大家 各位網路上的朋友 有沒有看過一些網紅的影片 嗯 我們隨便舉一個 有一個有一個一樣 這個蔡總統也很愛找他 這個合作的 一個外國的叫做酷 一個法國的那個網紅 對 一支影片的流量都破百萬 對 這個你做了半年 然後呢 幾百支的影片才三十幾萬 有啊 他有我剛剛看到這六天前七天前八天前這個影片 就是台灣 plus original 這個Where do you live 等等 有破百啦 就破百 沒有破百萬 他有破萬的影片 他也有 他有破萬的影片是什麼 是介紹台灣樂團的 對 所以是那個樂團厲害 不是他這個頻道厲害 對 我必須要講 如果今天一個國家號稱是國家 對 這是所謂的文宣國家隊 是 那國家給他一年這個叫十億 對 這樣的經費我的天啊 如果給中天可以做多少 對不對 所以 當然我覺得 如果今天他說 因為是第一次第一年 開始經營 你需要一些經驗 怎麼樣的 我覺得OK 給你時間好 半年了 半年了 你給 你拿出這樣的成績 我真的覺得 恐怕中央社 因為是中央社來製播嘛 我看中央社這個恐怕 他們這個社長是應該要 要這個提頭到這個立法院去 跟這個所有立委說明一下 這樣的績效 這十億花在哪裡去 是不是都在養一些人 一些沒有必要的人 就是比如說變成中央社 我本來 我本來中央社的預算 一年假設一億 因為這十億進來 我中央社變得更強了 你說中央社裡面全體員工 要求他們追蹤一下 這訂閱數字應該也不止如此吧 觀看次數應該絕對不止如此 對所以我覺得可以 考驗一下就是說 如果中央社員工 通通把要求全部退訂 還剩多少 真的啊 就是你知道有很多 很多那個媒體就是這樣啊 要求員工一定要強制訂閱啊 然後還要員工去分享啊 去到各族群 各群組去推播啊 去介紹啊 以這個訂閱數我真的覺得 天啊這要怎麼大外宣啊 而且這個網站也揭露了 裡面六成多的流量 是來自國內 好如果我們假設 在台灣的外國人 也會看這個平台 那就OK沒關係 因為你也是讓這個 所謂的外國朋友 在台灣居住 可是在疫情的狀態下 我們現在在台灣的 外國的朋友應該 比例沒有那麼高了 對所以 我是很難理解說 要花這麼多的錢 去經營一個 其實是大內宣的頻道 那只是給他用英文的 這樣的語言來去做行銷 好那難道 是因為我們的總統叫蔡英文嗎 所以要給他一個英文頻道嗎 然後就要花人民的納稅錢 監察院我覺得這根本就是一個必愛 我覺得委員除了在國民黨團 在立法院要去好好強力的監督之外 監察院雖然現在監察院 是護衛執政黨的 但如果連這樣子這麼 他一看就知道這個東西有問題 拿著人民的納稅錢 做出這樣的績效 真的要好好的去查 查個清楚 否則我真的是覺得 這樣的東西下去 還會有下一個叫台灣plusplus 然後plus下去 結果最後加的是什麼 加的都是這些官媒的薪水 加預算 對就是官媒的這些官員 他們的薪水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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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漲 可是一般小老百姓 根本沒有拿到任何的好處 好官媒委員 首先很感謝何先生的董內 我沒有馬我個人是無馬的 我們現在沒有推薦 那官媒委員我問一下 因為其實你還蠻常看一些這種 各種影音的這些影片 那其實剛剛提到這些數字啊 他是連一個在台灣的小型網紅 可能都未必比得上 我們叫得出名字的那種網紅啊 代表他的數字 可能都比這些流量一定好更多嘛 那以這樣的狀況來說 其實我在這個春節期間 我有看知名的影音平台上面 有一個專門介紹各地的夜生活的 然後他去拍台灣 他以外國人角度來拍台灣 拍的非常的細膩 也許他拍的並不是那麼接地氣 他並不太了解真正台灣的樣子 可是他拍的那個細膩程度 那個仔細的程度 我想如果今天是拿來台灣拍 用每年砸10億 絕對可以做得更好 而且我相信 你放上這些平台 會很多人想看的 為什麼我們不好好這樣做呢 這個就是我講說 我們目前的執政黨 我們的行政官員的怠惰 然後我相信 沛宣大爺也有注意到 其實在上個會期呢 他是預算的會期 所以在預算會期裡面 我們看到很多行政官員 他在編預算的時候 都有很多的貓膩在裡面 那姑且不論就是說 這個大內外宣的這個費用 是龐大 然後另外呢 裡面有很多偽辦的費用 所以當時我們在質詢的時候 就提到說 是因為接下來要大選的關係 所以需要有這麼多的偽辦費 可是他們在做偽辦費的時候 他的名稱都很好聽 什麼姓評啊 什麼東西都讓你定著說 你不敢去刪減他 因為你擔心就是說 相關的一個團體 如果他真的有需要 可是你看看 零零種種的大內外宣的這個費用 再加上偽辦費用 還有一個就是大家可能也注意到 在民黨執政的時候 約聘人員突然又變得很多了 然後呢還有提到 就約聘人員呢幾年之後可以轉正 零零種種一而再再而三 這個跟正常的運作的 完全不一樣的情形的議題呢 非常非常的多 我們回到這個題目來講的時候 我個人很常看 每天晚上睡覺前 我都要看一個那個 那個這個影音的節目呢 是介紹美食的啦 而且我也去訂閱 你跟我講過之後我也去訂閱了 蠻療癒的耶 對蠻好看的你知道 然後他的那個他的觀眾 他的受眾 就已經有好像是400多萬 所以他的這個你看看一般的 這個只有幾個人的團隊 我相信他也沒有今天 台灣plus這樣的一個預算在裡面 做出來的一個東西 你現在他吸引這個 就是說能夠吸引觀眾 注意到這樣的一個程度 今天你要介紹台灣 不管你今天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什麼樣的理由 我們總是希望作為一個 我們是台灣的子民 我們總是希望把台灣的好 能夠介紹給這個全世界 沒有錯 你利用得原部長呢 你原來講說 好給你六個月的時間 我相信大家也給你了 但是你今天做出來的一個成果 事實也驗證了說 是不是真的把這個錢 花在刀口上面 是不是真的找對的人 我們看到民進黨執政的多標 其實我覺得不只是雙標而已 多標的情形呢 事實上是非常嚴重的 很多的東西呢 對於老百姓的要求呢 自己可以完全不去做 在立法院裡面呢 我們常看到呢 在會期的進行當中 如果有任何東西 只要是牽涉到對岸的 牽涉到中國大陸 哇那就是已經是不得了的事情 可是呢 碰到自己的事情的時候呢 始終都是另外一個議題 就是輕輕的帶過 然後呢 這個炮火呢 就會把 你只要有一件事情出來 你就會看到陸陸續續 有另外一個議題 來打國民黨的議題 今天我相信 很多人也有關注到說 這個老柯呢 在批評這個 國民黨的這個 內部的是不是團結 我覺得作為一個執政黨 在野黨不團結 不是正好是趁心 趁你的心 如你的意嗎 為什麼會在這個時間點 丟出來你突然關懷 這個在野黨的 內部的不團結 是你今天同意讓在野黨呢 在立法院裡面 要監督你行政單位的時候 你讓他能夠暢所欲言嗎 沒有啊 你上個會期的要求 總預算要禁負二度 你的地制法也提出來 要禁負二度 就是你要去封殺在野黨 你要讓在野黨的聲音沒有 所以今天你在插手 在野黨的事情的時候呢 是不是你又想要意圖 用這樣的議題去移轉這個注意力 也就是說你原來講說 說的議題你抗中保台的議題 為什麼碰到這個大內外宣的時候 宣傳對於國外是非常非常重要 就像剛剛楊明提到的 我們在做這個台灣plus的時候 我們之所以不反對的一個原因是說 我們也認為要把台灣的好介紹給全世界 但你今天實際上面的情形 跟你原來的抗中保台的政策 跟你實際上面執行的一個落差 這個差距這麼大的一個情況之下 你用了老百姓的名子名高的錢呢 你去做了真正能夠對台灣 在國際的舞台上面 站上一席之地做了什麼 事實的驗證 我們先不論這個團隊 事實的驗證出來的一個結果 我就說你的這個做法事實上是失敗 但是你是真的失敗的原因呢 是因為這個製作的團隊 你委辦的團隊他不精心不在意 或者是你執行的單位 你在製作的過程當中 完全不貼近民意嗎 我相信真正要做的是 大家都應該把這個議題拿出來 看清楚講明白 然後仔細的一個檢討 因為畢竟我們講說台灣的經濟呢 碰到在疫情的過程當中 以這個潛碟式的這個 跟國際相當有關係 再加上這個 這個惡物之間的這個戰爭 這個風雨 這個御來 這個非常嚴重的一個情況之下 對台灣的嚴重的情形呢 我覺得這個時候呢 台灣的這個國內經濟呢 其實有一點 除了半導體業之外 還有一些的像這個 比如說鋼鐵啊等等的 這些的之外呢 其實民生的 一般的民生的經濟呢 都非常非常的慘 尤其是像這個 原來這個國際旅遊的部分呢 其實也非常非常的慘 這些的產業 執政團隊 用點心去輔助 這些我們台灣 重要的一個產業吧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就會更強大